香港影坛有不少90岁以上的电影人,但大多都已淡出演艺圈,有的很多年都没有消息。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些90多岁的艺人吧。 胡锋,胡锋,江湖人称五王修。 90岁的他,原本打算开演唱会打破纪录,但因为换上瘟疫而推迟。 胡锋在圈内地位极高,人员也很好。 据说这次的演唱会,干儿子张学友会作为嘉宾出席。 50年代起,修哥就进入了演艺圈发展,和人见灰白雪仙都合作过,和曾江、谢贤等属于同一时期的演员。 早期作品大家不熟悉,但八九十年代演过不少经典影片的配角,经常见其身影,诸如《猛鬼学堂猛鬼拆馆》里的胡锁。 吴宇森经典电影《纵横思海》中,他和中楚红秀了一把舞技,其中发歌和红姑那段载入史册的《轮衣舞》,就有他的一份功劳。 年龄现在对胡锋来说只是一个数字,90岁还可以开演唱会,实在难得。 陈刚、知名少士导演和李汉祥、张彻、胡金泉都是同一时期的导演,虽然名气不如他们几位大,但作品质量相当不俗。 比如指导的《武侠片十二金牌十四女英豪》都曾斩获过优等剧情片,另有写实作品《天王》、《赌片鼻祖》、《赌王大片局》等经典作品。 有着承债主之美誉,拍戏推崇曼公出戏或香港四大武术指导之一的陈晓东,是他的儿子。 陈晓东第一次从事副武术指导工作,就是从十四女英豪开始。 八十年代,陈刚就跑到台湾地区发展了,在那里还培养了一个弟子出来,他就是朱颜平。 据说中间陈刚曾中风过,后来康复之后,便再也没有消息了,如今已经九十九岁了。 古风和陈刚一样,同为少士工作,有万能配角之美誉,演技老辣,令人设服。 在张彻电影中,和狄龙江大卫合作多次,比如《新独臂刀》里的《龙一只》、《十三太宝》中的《李克用》、《拳击》里的《中炮》等,而且还演过《水浒传》里的宋江。 古风在少士,属于哪里有需要,他就到哪里搬砖,而且毫无为何感。 如果少士电影不熟悉的话,那他也是八九十年代港片里的重要配角,比如刀马弹中的《鸡茶队》队长,潘金莲之前《世金生》中的校长。 当然大家最熟悉的还是《九品芝麻》官里的常昆,被不会武功的儿子坑死了。 后来2003年还和成龙合作过《宝贝计划》,小手牵着大手那段,令人感动。 古风2011年之后,宣告但出演艺圈,如今也有九十多岁了,祝福他身体永远健康。 父亲,入行前,他曾是土木工程师,进入演艺圈之后,加盟长城电影公司,和长城三公主合作多次。 与夏梦合作过《日出家人有约》,和陈思思搭档出演云海域公园《美人记》等,与石惠合作《蜜月小五娘》等影片。 1954年,和石惠成婚,由两女一子,傅明县即是奇女,也就是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郭福。 目前九十多岁的傅琪和石惠夫妇俩在加拿大安享晚年。 白雪仙,著名乐剧表演艺术家,江湖人称仙姐,缺内人也喜欢称她九姑娘,和任建辉是最好的搭档,和称人白。 他们一起创办的仙凤鸣剧团,不仅培养了很多人才,也上演过诸多经典作品,比如《红楼梦》、唐伯虎典、秋香、地女花等。 白雪仙饰演林黛玉,秋香和长平公主,备受好评。 任建辉去世后,白雪仙为了纪念她,成立人白慈善基金会,帮助有需要的人。 他们的徒弟也是名满天下,诸如龙剑生、美雪诗、陈宝珠、谢雪欣、朱剑丹等。 方艳芬,又一位知名乐剧表演艺术家,有着花蛋黄的美誉,最早拜王久为开山师傅, 之后又跟随魏绍方、马师曾等人学习,后来自创方腔。 红极一时,著名唱片曲目有鸳鸦类红卵喜艳杨丹凤,当年也参演过不少电影, 诸如董小婉大官员洛神梁祝恨时等。 2017年,为了表彰其贡献,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给她颁发了终身成就奖。 罗燕青,香港乐剧明灵及乐语片《红星》,活跃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 师从于立真和薛觉仙。 罗燕青是华语影坛之名女侠,演过白发魔女传里的《练泥长》, 《碧血剑》中的《瘟疫》。 不仅如此,她还开创了时装乐曲歌舞片的潮流,代表作玄宫艳史和历尽沧桑一美人,备受欢迎。 70年代曾出演过力的电视台的追逐和嘉义电视的名流情史, 80年代参与一些剧团演出,90年代之后就淡出了舞台。 谭倩红,曾拜粉菊花卫师,给花旦黄芳艳芬担任过副车,和任冰儿,朱日红,金颖莲,许清清,黎坤莲,英丽黎,李湘琴及梁素琴,一姐金兰姐妹,组成九大姐。 1953年拍摄第一部电影《恨海方魂》,后续参演过白发魔女传小甘罗拜相六指琴魔等影片。 1970年吸引回归家庭,直到1987年才在朱日红的邀请下复出。 谭倩红也涉足过电视剧《领域》,在无线电视演过《真情美味天王》, 也参与过亚世的《亲子情为了伴我同行万家灯火》等剧集。 2004年之后就淡出了影视圈。 周聪,周聪原名贤锦荣,一名曲自雷宇中的角色周聪,因为他属马,所以用了周聪这个名字。 60年代,他曾是光益制片公司力捧的小生,出演过大量电影《诸如苦命女儿龙奉剑吃起儿女》等。 中间曾吸引过一段时间,90年代后期加盟无线电视台,演过不少剧集, 比如《创世纪李罗嘉良的父亲》,《武启华版以天图龙记》, 《李先锋道古》的张三丰以及《寻情记中和夏萍饰演的夫妻》。 电影方面,《新世纪之后》,在《新扎师妹》系列中,出演吴彦祖的父亲,开明且搞笑。 2021年,还和谢贤,冯宝宝合作了《杀出个黄昏》,在里面饰演《艳是富豪》,往那一站,就是富贵人的气质。 刘兆明 刘兆明,第一位在国际间展露头角的香港舞蹈家,是香港舞蹈的开拓者之一,行内人尊称命岁。 70年代回到香港发展,担任无线电视台的舞蹈主任,1979年被徐克选中,出演第一部电影《迭变》,正式踏进演艺圈。 之后又和徐克合作过此,诸如《借女幽魂》和《借女幽魂》三里的童年阴影树妖姥姥,《借女幽魂》二里忠肝一胆的富天仇,又或是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伪君子岳不群,作为一个非科班演员,演技如此了得,实在令人佩服。 最近的一次演出是和林宝怡合作的《探西桥》,期待她再造经典角色。 黎轩,出自电影世家,父亲黎明伟是香港电影之父,黎兹是她的侄女。 早期在立的《亚师前身》演过不少剧集,大家颇为熟悉的《有大地恩情》中的七神,黄元申板,《大侠霍原甲》里的霍姆,再向虎山行中的荣夫人等。 90年代,转到无线电视台,最为观众熟知的还是大时代里的丁谢母亲,陈小春版《录顶记》中的郑老夫人。 2009年拍完《Only You 只有您》,就淡出了演艺圈。 许碧基,香港资深甘草演员,1946年随父母到香港,在电台找了一个配音的工作,后来又成为出道贵境的主持。 90年代,签约进入无线电视,经常出演一些清洁工、村民、仆人之类的角色,在《真情西游记难兄难地驼枪师节》里都有他的身影。 2016年他曾在家中拴了一跤,因为行动不变,所以拍戏也慢慢减少了。 夏春秋,原名吴锦泉,吴君如的父亲,被誉为东叔、财神、六合彩之父。 财神和六合彩之父很容易理解,因为他主持了很长时间的六合彩节目。 至于东叔这个昵称,则是黄瞻先生开始叫的。 他觉得夏春秋中没有东,东叔又有好的寓意,所以就此称呼他了。 他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演电影了,但真正为人熟知的还是和女儿吴君如合作的贺岁片, 朱如家有喜事2009花田喜事2010八星报喜百星酒店等。 电视剧也演过一些,多是亚式作品,朱如八仙过海中的陈元外, 秦始皇中的赵,孝成王以及千王之王重出江湖中的鱼童等。 上面13位90岁以上的电影人,他们见证了香港电影的发展史,祝愿他们身体永远健康。 TVB的福尔摩师乃中主演的陈松玲,黄志贤等演员都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, 毕竟他们是主角,而在这些主角之外,在剧中饰演莲婆的女演员同样也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。 饰演莲婆的演员叫杨依依,她不是主角,其实连配角都不是,戏份也不算多, 但是出演的这个角色很有趣,一天到晚都在找猪, 她在剧中这种带有逗趣式的演出总是能令人会心一笑。 另外,随着剧情的发展,她还成了凶手,更被认为是剧中的一个大boss, 这更让人记住了她。 其实记得杨依依这位演员,又不只是在TVB的《福尔摩师奶》这部戏中, 如果一直有留意TVB的剧集,尤其是这些年的剧集,对杨依依又真的不会陌生。 她几乎包办了TVB剧集中很多老人家的角色,或是推纸皮车的,或是穷人家的奶奶,婆婆的。 这样的角色本来在TVB就不是太多,所以即便戏份不多,看多了也能给人留有印象。 的确,在现今的TVB中,像杨依依这样专业演老人家的演员并不多, 在她之前曾经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御用纸皮婆婆许臂姬。 在角色性质上许臂姬与杨依依相似,台词不多,戏份很少,多是剪纸皮或是推垃圾车,但明显许臂姬的名气又更那一些。 毕竟许臂姬在TVB的剧集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年,不过因为许臂姬在2016年下半年因为不幸摔伤了,之后她就基本很少再在TVB的剧集出现。 年纪大了,摔一下没有那么容易复原,就算复原状态也大不如从前。 上次看到许臂姬是在TVB特技人中的演出,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了。 当然,不能说杨依依频繁地在TVB剧集中出现就是取代了许臂姬的角色。 事实上,杨依依在电视台工作也有将近20年了,可能因为本身就是不起眼的角色, 所以大家对她也没有太多留意。 值得一提的是,杨依依今年已经80岁了,她在20年前退休后才加入电视台工作,一入行就成为了婆婆专业户,这一演就演了20年。 杨依依与许臂姬一样,都不是TVB的合约内演员,只能算是特邀演员。 而特邀演员的待遇就不用多说了,基本上就堪比临时工,拿最低的薪资做与常规演员一样的工作。 别看杨依依今年已经80岁了,但是她拍TVB的剧集一样要熬更底液,曾经试过清晨6点开工,也是过凌晨才结束工作。 拍戏风吹日晒雨林从未少过,可能大家会觉得杨依依都那么大年纪了,还来受这个罪真是太不应该了。 不过杨依依又不是这么认为,她表示自己是因为喜爱演戏所以才会在退休后拍戏,既然是参与到其中当然就要全心全意去做这件事。 而杨依依之所以对演戏那么执着,也是因为她从小就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,她出身在一个颇具文艺氛围的家庭中,父亲是专门写乐剧的,她自然是耳濡目染了。 另外她在小时候也曾经与红线女学过唱乐剧,机遇的关系就没有能成为演员,一直到了60岁了退休了,才决定重拾当年的梦想,加入了电视台。 20年来,杨依依无怨无悔,从不埋怨拍戏辛苦,也不介意角色有没有对白,给她什么角色她就演什么角色,更是百无禁忌,就连棺材戏都照演一般而言老人家很抗拒这样的戏份, 因为寓意不吉利,不过杨依依就不这么觉得,她觉得能够体验不同的角色才是最有意思的事情。 杨依依出身于文艺家庭,爸爸杨紫荆是广东省乐剧院的乐剧作家,在乐剧界低位举足轻重,经常为红线女和马师撰写剧本,代表作有《红龙梦》、《拆头凤》、《观汉青》等。 她在年轻时还曾与妹妹一起卸给乐剧名名《红线女》学系,所以举手投足都散发出优雅气质,不过她的爸爸却反对他们入行,说最少都要十年工才会出名,爸爸叫我爹要读书,无系将来某知识都某用,认为有知识做什么都可以成功,所以后来努力读书。 在广州的大学毕业后就在内地做小学老师,她接受香港01访问时说,葛诗文革周围都好惨,我申请做20年,重视过油水偷渡,后卫嫁作毕各香港商家老先落到里。 她续说,1980年先出道里,到香港就做私家看护,做到60岁先退休,退休后,遇见好友夏宇,黎轩及卢海鹏,才在他们建议下去TVB市井。 她说,因为曲帝都系广州省乐剧团出身,我隔时去TVB八楼市井,曲帝叫我做一段戏,我一事就得,谈起演戏经历,杨依依婆婆能够如鼠家珍一般地讲出拍过的电影,剧集以及广告,记忆力还好过不少后生仔。 她一说,室内戏就舒服低,外景就凄凉了,有一次同思美同埋一个靓女席狮子山顶拍戏,晒足成日呀,山顶尿急又要问把遮遮住,点之反到乌起就拍拍横,原来戏闭文字咬,我中计的我做一个执牛屎阿婆,思美见到我就要画,你做咪鬼要执牛屎嫌凄凉。 杨依依婆婆还分享,有一次帮大学生拍毕业座时,需要她在男生违背冲出海,食饭时低难化我,点解嫌危险都拍,万一冲坐出海点算,冲坐出海曲帝就会卯做个婆婆同妈妈? 还说,自己曾经帮过九间大学的学生拍电影,曲帝知我收得少所以问我,不过无怕,曲帝又未出社会,我都希望曲帝早日成才。 除此之外,杨婆婆就连粉棺材的角色也饰演过,几年前梁永吉要问个婆婆粉棺材,问及都卯人做,后为我上网见到就自见,因为我信教,无怕,曲不知开心,幼十岁入行,一直拍戏,拍电影做八十岁,难道不辛苦吗? 杨婆婆直认,辛苦,不过她就解释说,那低系兴趣,文艺出身,年纪大,旧机器坏,无用脑好一老,老公几年前中作风,咪问低气脱落,众可以教育群众,有能力情况做多低也,师比寿更有福,有野学,有钱薄,就下半生快乐。 杨依依在广州出世,据知她爷爷是中医,爸爸杨子静做过国小教师和校长,后来成为广东省乐剧院的乐剧编剧家,善用礼俗语言创作,地位举足轻重,杨子静当上红线女的家庭老师,教她古诗文,常为红线女和马师曾撰写剧本,作品还我汉江山,搜书院,观汉清,以及山乡风云一度掀起乐剧上演现代戏的高潮, 受爸爸影响,杨依依小时候已喜欢演戏,与妹妹跟过红线女学系,可是爸爸不赞成她们入行,事关学系做到生,色,亦最少要十年,要她们先读好书。 杨依依高中毕业后,做过小学老师,1961年结婚并诞下两个男男,一家与奶奶住在广州,跟住在香港的老公分隔两地,婚后杨依依一早申请来港团聚, 不过等了20年才获批,唯有同老公每年只见妻。 八次,来到香港,杨依依在京会医院和盛宝路医院等座登记护士,又为病人做私家看护。 退休后,杨依依重遇好朋友夏宇,卢海鹏和黎轩,因为她懂得唱乐曲和跳舞,大家都建议她去TVB。 60岁加入TVB,杨依依扬言TVB有超过70%的剧曲都有份拍,如黄金岁月,冲上云霄,使徒行者,巨轮,表面上过足吸引,背后却有很多心酸。 杨依依化,拍戏好辛苦,好天晒,洛宇林,最早是过六点钟开工,凌晨四点要起身,最迟天光收工,贵都要辣,纵使如此,杨依依对演戏依然非常喜爱,甚至帮过九间大学拍摄短片,更主动借出道具,戏服。 她说,钱无几要,可以做到好戏教育群众几好,至于电影,杨依依就拍过《窃听风云》、《文确》等,大赞人达华人品好。 现年80岁的杨依依仍不演修,更表示要继续学习如何演好戏,只要电视台不辞退她,她就要演下去,她这种执着的精神真是很令人敬佩。 另外,杨依依在拍戏的这20年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时好,极喜欢把自己拍过的戏用剧照的形式记录下来,她希望日后百年归老了,她的后代能够知道她曾经演过什么角色,希望未来还能在TVB或是香港其他电视台的剧集中看到杨依依的演出。 感谢观看